汪亞姐和佳英哥很喜歡來我們喝茶 來喝茶就肯定點了紅棗糕 這裡的紅棗糕是逐層搭上去的 吃起來比起普通的清甜爽口 他說連核的紅棗會比較飽滿 做出來的糕也香濃點、好吃點 難怪連汪亞姐都喜歡的 紅棗糕稍微用人手剝活 剝了之後就會再浸水、撥爛它 然後隔掉蠟渣 紅棗打爛蠟渣之後 就會混入薯粉和馬蹄粉 然後一層一層地拿去蒸 每一次蒸都要整個小時 名人坊的富哥 曾經是富商林伯恩的家廚 他做的手做蘿蔔糕 也滲得不少名人和蒸客的喜愛 佳恩主要的食材都是本土貨 蘿蔔就選用大嶼山種的蘿蔔 二十幾斤斤 然後是長洲的蝦米 還有本港做的臘腸 它們是四萬斤的 每底蘿蔔糕都要用上一斤的蘿蔔 幾乎每一口都吃到蘿蔔絲 而配料亦都不會黏著牙 還有蝦米 我們將它打溶 不會浪到客人的牙齒 首先要將蝦米和臘腸 滋腸落鑊爆香 炒的時候還會加入上湯 味道自然更加香口 然後再放入蘿蔔和粉漿 其實名人吃的糕點 都不一定要貴到離地 真正好吃的糕 反而是靠主廚的心思 和對食材的堅持 一切都要吃到 我不會見下